先來看到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當選韓國瑜 今天他出席了新科立委的戰鬥營 在戰鬥營 他分享了過去自己當立委時的往事 經驅連發 自曝自己過去偶爾會去唱歌喝酒 但他也強調心存善念最重要 而且大蒜了新竹市長高鴻安 說就是沒有來上戰鬥營的課 才會陷入助理費的爭議風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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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科立委們一同握拳 比出戰力強手勢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當選人韓國瑜 特別出席戰鬥燃發起人趙紹康 舉辦的立委戰鬥營 分享過去當立委時的點點滴滴 我現在看到你們啊 尤其這個 你看 33歲 這麼年輕 剛說初戀女朋友嫁給我 我生下孩子跟你差不多了 開玩笑說自己如果和初戀女友結婚 都可以當年輕立委們的爸爸了 韓市長你都不怕回家要會算盤嗎 韓國瑜一開口真的只有更狂 沒有罪狂 賴清德總統說他當十二年立委 從來不去卡拉OK 不去KTV 對不起這裡我們做了比較不好的示範 我當立委 偶爾還是會去卡拉OK 唱歌 喝酒 但是我們心中是有浩然之氣 有正念 回應賴清德的不應酬說 韓國瑜自爆當立委時去卡拉OK 唱唱歌 喝喝酒 沒什麼啦 重點是心中要有浩然正氣 韓國瑜在用高宏安當例子 要大家專心上課 新竹市長高宏安 如果有聽過類似的課 他助理費的安排 會不會更技巧一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他想受傷嗎 一定不想 韓國瑜的立委戰鬥營 什麼都教用人事物比喻 是韓國瑜的強項 這次換成動物 天人交戰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我今天講這個畫面 小老鷹在飛 下面有野狐狸在擋 切記 一言一行 各方面一定要謹慎為之 氣氛多鐘的致詞 毫無冷場閃爛立委之前 先讓未來同事感受韓國瑜風格 句句都是經典 記者未來玩的SMG調柱台北採訪報導